出發總有個方向 海中可以讓我們隨心所欲的行動 這裡是自由的城市 我在這裡可以走進森林 眺望海洋 在自由的時間裡 掌握著自己的方向 一支手機或是一張卡 即可帶領我 前往目的 公共自行車 一個方便的短程接駁工具 在環保與節能減碳的同時 讓我們放慢腳步 一起體驗這城市的美 一拜2.0 就跟我們一般腳踏車一樣 那2.01它的全名叫做 電力輔助自行車 電力會協助你 讓你很輕鬆的踩踏 可以騎得比較遠 然後速度比較快一點 很多市民朋友用過之後 他就回不去了 U-Bike 2.01出現之後呢 我覺得我的膝蓋節省了不少的力氣 在上坡的時候跟 在過馬路出發的時候呢 它都會給你一個強大的動力 叫咻 這樣子很方便很輕鬆 就是騎起來更有氣質 路使上也希望我們能夠快速的增加相關的站位 I-Bike 備贈計劃也獲市議會同意之後 截至今日喔 已經達到1202站 基本上是目前全國戰術最多的城市 所以現在不用開車出門 也都很方便 包括像一些景點啊 觀光地區也都會有站點 現在疫情虛緩 民眾出油人數逐漸增加 公共自行車租賃的人數渴望再提升 為了台中市打造綠色交通移居城市 落實交通任意門 再高再遠的地方 交通局都會積極設置站點 讓台中的交通更便利